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故事下方 礼物赞赏一下 我没想到 赖汉连个招呼都不打 就直接撬开面前这座铁塔了 便连忙从大腿外侧 拔出散兵刀 躲在他的后面 防止出现什么意外 也不知道这座铁塔 多久没被人打开 门刚被撬开 就传出一股浓浓的药水味 就像现代的福尔玛林一般 也不知道有没有毒 呛得我连忙捂住鼻子 刚想提醒赖汉小心一点 赖汉已经一马当先跨门而入 那轻车熟路的样子 让我怀疑他以前是来过这里 我在门外守候了好几分钟 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以为赖汉中招了 吓得我连忙翻出防毒面具 然后打着手电筒钻了进去 没想到 赖汉正蹲在里面 好像是在琢磨什么 这塔内很暗 空间也很拥挤 真不知道赖汉在研究什么 看到我来了 赖汉立马冲我招了招手 手电筒给我 我连忙将手电筒塞给赖汉 赖汉也没犹豫 接过手电筒就往眼前照了过去 随着手电筒的光芒 在铁塔内照了一圈 我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唾沫 天哪 没想到 这么一座高耸的铁塔 里面居然全都是空心的 而且四周爬满了血红色的根径 这些根径好像无数只怪手 密密麻麻交错在一起 并直成一张暗红色的大网 覆盖住整个铁塔内部 而且那些根径 就好像是人类的毛细血管一般 不断地收缩膨胀 在我们眼前蠕动着 仿佛夹牙蹦一般 咕咚咕咚地输送着血液 这分明就是曼陀罗花的根径 万万没想到 曼陀罗花的根径 竟扎入地下数百米 还有更加震撼人心的东西 怎么说呢 在那些云网一般的根径下面 被人为的挖出一个正方形的小格子 一个个的非常正式 就类似于古代祭拜神灵用的堪一般 盒子里存放着许多布满灰尘的古代物件 我扫了一眼 发现其中有一件黑沉沉的铁甲 一把配件 还有锻造成苍狼模样的头盔 看样子 这些都是夏侯渊生前留下的遗物 可惜当年的猛将夏侯渊早已战死 只剩下这些兵器 在哭诉着将军昔日的荣光 除此之外 最让我好奇的就是铁塔的中心位置 居然安放着一个白玉圆盘 那圆盘直径有一两米 洁白无瑕 外表油光发亮 绝对是一等一的昆仑山羊之域 上面用雕刻刀细密地刻满了各式各样的纹路 不过每条纹路似乎都被雕刻的工匠过意打乱了 剪得毫无章法 似乎不想让人知道其中的秘密 我围着圆盘转了一圈 发现它的厚度正好跟一具棺材厚度差不多 而且那圆盘下面被凿出了一个个拳头那么大的小洞眼 每根小洞眼都扎入一大捆马尾辫一样的跟径 不过看那跟径非常干瘪 应该是哭死很久了 缓了好半天 我再回头对赖汉说道 没想到埋葬夏侯渊的铁塔里 竟钻入那么多曼陀罗花跟径 曹操要是九泉之下有知的话 肯定得从棺材里蹦出来呀 养了一朵妖花手木 这妖花反而把自己的木给扎得倒住都是动眼了 赖汉的脸色很不好看 小兄弟 这可不是普通的铁塔呀 我问 那是什么 是阿修罗塔 赖汉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白玉圆盘 跟我解释出 三国时期 佛教就已经从新域传到中原 那个时候啊 不叫佛教 叫做浮屠教 浮屠教认为天下层生的主宰是佛 佛住在西天的金塔里 与之对立的妖魔主宰阿修罗 则住在地狱深处的黑塔里 所以自那时候起 黑塔就被称为阿修罗塔 我点点头 夏侯渊生前大战无数 杀人也必定不少 曹操将夏侯渊葬在黑塔里 是想让夏侯渊死后仍旧成为地狱之王守护自己的名殿 莱汉说话时的眼神越来越怪异 而且这些曼陀罗话的根茎也不是自己钻进来的 而是见墨的时候就被曹操公义引到这座塔里 莱汉自言自语地说 他究竟要干什么呢 在我的注视中 莱汉带着深深的不解掏出小刀 飞快地割开面前一条根茎 那根茎顿时像打开的水楼桶一样 流出烟红的液体 而且散发出浓烈的血腥味 莱汉又分别割破其他地方几条根茎 结果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些粗壮的喷张的曼陀罗话根茎 就好像数千年都在不停地工作 将大量血液输送到这座铁塔之中 这时候我也明白了 曹操在外面种下那朵巨大曼陀罗话 不当然是为了守木 还想让那朵曼陀罗话在大山上捕猎 杀死动物、飞鸟、路人 抽取他们的鲜血来供养这座铁塔 铁塔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 值得曹操花费这么大力气去供养呢 难道又是什么耸人听闻的怪物吗 就在我越想越害怕的时候 赖汉开口说 这下麻烦了 我们面前的这些根井都是曼陀罗话的主根 是专门负责吸血出血的 唯恐我不信 他从衣服里掏出一个铝合金的小铁盒 打开的盒子里装着一只小蟑螂 那蟑螂也不知道在赖汉身上装了多久 竟然没被憋死 反而是活灵活现地 翘着小脑袋望着我们 我知道蟑螂是生存能力最强的动物 有小强之称 在一个盒子里带上四五天也是很正常的 只是赖汉为什么会随身带着一只小强呢 蓝汉笑了笑 然后从周围拽出一条刚被自己割开的根井 将那只小蟑螂贴在根井上 让人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 那根井就仿佛一台大厚的吸尘机 瞬间将蟑螂吸成一个空壳 干瘪得不成样子 恶心的我差点没吐出来 我整个人傻了好久 才恐惧地从背包里翻出白银手套带上 焦急地问来喊 老河兄弟 这些根井居然可以吸干蟑螂的血 那为什么不攻击我们呢 刚下末的时候 那些根井可是贱人就杀呀 我们当时要是不戴白银手套 恐怕就得全军覆没了 他们没有力气攻击我们了 因为之前这里经历过一场大战 有一个爵士高手 胆枪匹马杀入塔内 干掉了所有可以攻击我们的根井 并且切断了他们的命脉 来喊说完 折了纸白鱼圆盘下面 那些空尾的大根井就说 你看看 这些根井 是不是被人用手指削断的 发丘四指 监狱钢铁 双齿在手 百无尽情 盗墓四大门派里 只有发丘中狼将 擅使用手指头 看来 有一位发丘的同行 坐在咱们前面了呀 听完赖汉的分析 我连忙蹲下身子 爬在地下 朝白鱼圆盘里面看 果然如赖汉说的那样 扎入圆盘里所有大根井都被削断了 一根都没剩下 因为没有养分供给 这才枯萎而死 而且我比照了一下切口 绝不是刀切的 就像是有人用四根手指 从左至右 秋风扫落叶一般 全部削断 四姑娘 肯定是四姑娘 因为只有四姑娘 是四根手指 也只有四姑娘 有这个通天本领